如果你失恋了 千万不要封闭自己 因为那样 你很可能错过一个爱你的人 放下官网的莫里斯 完全没有注意到 其实身边一直有人喜欢她 丽莎的闺蜜格尔达 就是这样一个美女 在所有人指责莫里斯 是一个偷窥狂屎 只有格尔达为她说话 但这一切莫里斯都没有注意到 你以为她在全身关注搞事业吗 当然没有 她在偷偷看着前女友和戴尼尔的情侣照 莫里斯心里 无畏杂神 几次想找好就有兰妮倾诉 但终究是没有说出口 因为有些事只能自己承担 而兰妮同样因为母亲 想要等自己死后 恋爱孩子来替代自己而烦恼 同样的想和莫里斯倾诉 却没有说出口 这对难凶难地 终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应对 兰妮选择向陌生网友倾诉 但莫里斯选择了搞事业 她计划扩大业务量 因为极平暗网的流量 销售量有限 他们的规模无法扩大 莫里斯想要转战互联网 当然这并不能难道天才兰妮 但兰妮问莫里斯 她真的要做专业妖贩子吗 此前在暗网座 虽然是小打小闹 但互联网的流量可远超暗网 成为专业妖贩子 以为隐藏她大毒枭 只有17岁的莫里斯 心里并不清楚 但事业上的成功 的确给她带来了 难以想象的成就 在网站上看到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莫里斯无比兴奋 我们这一代人 是地球上唯一过着双重人生的人 我们在网络上塑造了另外一个全新的自己 网络成为我们宣泄现实的窗口 但网络却往往让我们迷失了自己 我们甚至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 这样看来 网络更像是一种毒品 莫里斯当然没有想到这个 因为此刻她遇到了一点麻烦 警察在被抓走的药头那里 搜查到一部电脑 他们想通过查看店内的监控录像 或者相关的证据做事罪名 而恰恰 莫里斯就曾经出现在店内 如果警局根据这点找到了莫里斯 那她就完了 不过好在莫里斯的老爸就是警察 知道儿子精通电脑技术 干脆让莫里斯来破解电脑密码 这一次算是有惊无险 莫里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 格式化了电脑的所有资料 成功解决了这件事情 为了扩大规模 莫里斯直接联系供国的长假 为此不惜出国去考察 等她回来时 整个人已经焕然一新 她兴奋的告诉好几友兰妮 她计划的宏图伟业 但兰妮却十分不赞同 因为她只想挣点钱来享受人生 并不希望成为大毒枭 而且她的生命只剩下两年了 对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而莫里斯余生都可能要为此负责 观念不同的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的莫里斯 又一次收到美女格尔达的嗜好 邀请她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这一次莫里斯决定 面对新的生活 当她盛装打扮出现在派对上 却看见前女友丽莎和丹尼尔热吻 这突如其来的暴击 瞬间让莫里斯落荒而逃 莫里斯不知道的是 她晚上的这一次行动 让她顺利躲过一劫 因为她删除了电脑内的资料 证据不足的警察 只能释放被抓起来的药头 而倒霉的就是好基友兰妮了 扑了个空的药头 抓走了兰妮 好基友有难 当然不能不帮 当莫里斯得知这一消息后 认为自己一个人 根本没办法救助兰妮 那要怎么办 难道要报警吗 那他们做的事也都会曝光的 那么只有找他帮忙了 没错 为了好基友 莫里斯只能去找他最讨厌的人 丹尼尔 因为药头就是丹尼尔出卖的 现在能帮莫里斯的人只有他了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 有点出乎莫里斯的预料了 他找来的帮手丹尼尔 还没出动就踩中了药头的陷阱 出身未接 神仙死 上门送菜的两人直接被抓了起来 在变态药头的逼迫下 他们将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 现在变态药头要全面 接管莫里斯的网站 三人中只能留下一人来帮助他 谁会留下呢 身陷绝境的三人能否逃脱呢 就在药头要动手除掉其中一人时 希望之光兰尼终于挣脱了绳子 他拿出来一支玩具枪 千万不要瞧瞧这支枪哦 原来兰尼自从上次被药头用枪指着 威胁的时候 就感到十分不安 于是 均用3D打印技术 制作了这支枪 只是兰尼虽然按下扳机 子弹却迟迟没有射出 药头一把多个这支玩具枪 一边嘲访三人没脑子 一边把玩这把枪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把枪真的有用 不是子弹射不出 而是先让子弹冷静一会儿 妖头拿着枪疯狂挥舞 却是一枪崩了自己的脑袋 三人终于死里逃生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毕竟刚刚才杀了一个药帆子 虽然对方是自己动手的 丹尼尔提议三人去自首 因为他们还是学生 还没到时候 派一星一定会重新处理 这可不行 毕竟兰尼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为了拉丹尼尔入伙 两位好极有口径一致 如果丹尼尔举报他们 两人就会到达一趴 毕竟 丹尼尔是有前科的人 而莫里斯和兰尼 都是老师的宅男 警察会相信谁呢 迫不得已的丹尼尔 只能加入我要玩 贩毒三人组聚齐 这三人之间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